今日,网上有网友发出今年6月,乌克兰国有武器出口商,特别出口公司的一项出口合同,该合同的内容可能与中国有关,这项合同的合作,方是乌克兰与美国双方,其中并无第三方参与,但是其出口的装备却与中国有关。 第三,这项合同规定,乌克兰因向美国空军交付一台由乌克兰量子雷达系统研究所设计生产的矿石M1雷达,该雷达为建在多功能雷达,其实这款雷达我们更熟悉的名称为音乐台,北约代号,合同金额797.45万美元,这比合同如何备受国内关注,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矿石M1 Mineral M1建在多功能雷达系统的采购方,不是美国海军,而是空军,显然这款雷达,并不是交给美国海军使用,安装到美军军舰上,那么,空军满舰在雷达,为了什么呢?答案只有一个,针对性的进攻训练,针对谁?我们继续了解。 第二,矿石M1 Mineral M1建在多功能雷达系统,我们长城的音乐台,从出口到中国,在中国舰艇上得到了大量的使用。 中国052B建桥上的音乐台超市具火控雷达就是最好的例子,中国在引进音乐台后,就开始了国内的仿制与改进工作,仿制与改进的型号就是现在,大量,使用的366星火控雷达。 而这一型雷达现在被大量装备在我军052C,052D,054A上,只有055型没有装备,那么,美军针对性的训练针对谁?相信大家都一目了然。 问题来了,中国大批三大驱护舰,都使用366星火控雷达,而这款雷达与矿石M1 Mineral M1建在多功能雷达的原理有非常接近。 那么,是不是我军的军事机密,随着这笔合同,的生效而遭遇泄密危机呢?对于这个问题,可以肯定的说,是有影响的。 但不致命,由于中国国产的366型雷达与矿石M1 Mineral M1建在多功能雷达的设计原理非常类似,美军会借此了解中国052D等式逐渐的火控雷达的特点。 这对于美军演练突防技术有很大的帮助,相应的对于我们驱逐舰的防空,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不过,366型雷达的特点,已经与乌克兰产的矿石M1有了很大的不同。 即便原理一样,但性能已经是千差万别,因此,有影响但不致命。 这次合同也为我们提了醒,后续对366型雷达的升级改造需要加快进程。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乌克兰大踏步的进西方,其掌握的军事科技可能会进一步的流入西方。 其中很多都与中国现有的武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这种状态上,装备的改进与换代就必须加快了。 利润张扬,尊重内容,从尊重作者开始,合作请私信联系我们。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